都说现在的高考状元不如古代的状元 您怎么看 我站着看 正好我的观点是跟大家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现在的状元要比古代的状元要强很多的 当然前提条件是 我们都找最厉害的状元比 都拿全国排前20名的高等院校 跟那些的秀才啊 举人啊 状元啊 电视三甲跟这种类型来比 我认为这些的人才 要比那个时候的科举的考子水平要高 为什么呀 因为我可以算化学啊 我可以算代数啊 我可以算微积分啊 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些学科 那古时候他更特重于是文科 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是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古代的考生 要比现在的考生水平要高 你们都是以那录取率来的 但是你们往往忽略了一项 就是考试的综合程度 而往往很多考试的综合程度 是考验一个人的综合天赋 因为有很多的天才 他的天赋呢 属于逆天赋一种行为 打个比方说 我们现在的考生要考文科 要考理科 而古代的考生 他只考一种文科 那么导致他们的思维方 只能往一种方向来发展 而现在的人呢 能考文科 能考理科 能考经济学 所以我们思考的方面 会比他更加全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的考试的深度和广泛度 要比古代考生要多了多 古代只考四十五金 他不考什么其他的 对不对 这导致什么呢 古代的考试的深度 他就算那么几本书 四十五金有多少书啊 他考不要特别难的 意味着从全国古代的考生 第一名到一千名 可能他的水平都不会差很多 因为你考试的内容 就没有办法太难 没有办法太深 所以只能从那些 很无厘头的方面进行考核 比如说考下 学生的书法水平怎么样 两篇考生的水平文章一样 你只能考书法 哪个书法水平高 你就给他更高的分 这其实根本就是扯的 而数学是不一样的 难道真难 难道你不会就是不会 而如果让你考文科 考四十五金 你再不会 你都能凑够一些字数 给交上去 但考数学你敢吗 考化学你敢吗 考物理你敢吗 你根本就不敢的 对吧 尽管说他有极低的录取率 他也并没有说明 这个难度有多大 我认为这些录取率 更重的体现在什么 在运气上面 运气 你的文章更加运气的 被别人看见 只是这样子而已 而我们这里就十大十的水平 尤其是考理科的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难就是很难 那么还有一点说 有很多职业 就属于反天赋的一个职业 打比方说 你是一个律师 你需要极大的 背诵那种文案的一种能力 但是你又需要 能够有联想能力 能将这些死记硬背的条框 来进行一种改变 需要另外一种创意 但是创意的能力 跟死记硬背的能力 它本来就是相悖的 那么古代很可能 就是一种死记硬背的人才的居多 你拿古代任何一个状元之才 那跟我们现在的北大清华的 还有各种天才的少年班的 那种天才学生 我们一起拼 比如说考物理 考语文 考数学 你觉得古代的那帮状元 哪怕跟我们比 他能比得赢吗 就是假设都有获得一样的一个 教学条件的环境下 他们能赢吗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因为他们都是极度偏科的人才 民国就有很多大师 文科满分 理科零分的 或者是理科满分 文科零分的 多的是 但他参加我们高考的就是不行 所以我的观点 只针对现在高考的制度环境下 我们的高考的学生 考生的水平 就是比他们要高 对吧 还有另外一点 最后一点 大家可能是忽略的 古代是个农根文明 文王率呢 是非常高的一种环境 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了 大家生水平特别高 所以大家普遍能够接到 知识的水平也很高 就是说 你以前的跟你竞争对手 真的就是烂番茄 臭鸡蛋 虾兵蟹将 而你现在高考考生竞争对手 那都是很厉害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水平都高 文王基本都消灭了 所以竞争对手而言 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在古代的外里挑一 跟现在的外里挑一 那一也是不一样的 古代的外里挑 你就是砍瓜切菜 你赢了一帮烂番薯 臭番茄 而你现在的 都是赢的是正常的 获得教学资源的那种考生 对手都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 现在的各省的高考状元 要比古代的那些 各省的那种考上的巨人的水平要高 有什么问题 谁赞成谁反对 对 我赞成 其实你这个问题啊 你还不如问一下 木丹跟周杰伦谁更加伟大 你觉得哪个更伟大 周杰伦呢 周杰伦 我可以这么说 周杰伦甩木丹十八条街 大家知道了 就是木丹是个近代的诗人 我们对这些 对文教师也做出贡献的人呢 通常都要来自 几个维度方面的定义 最重要一个 是否进入教科书 你木丹你在教科书上面 课本上面看到过他吗 没有 没有吧 没有 你平时生活中 有听到别人谈论过他吗 也没有 你既然没在教科书上看到他 平时也没有看到他出圈的作品 就说明他水平就不高嘛 这么评判会不会太片面了 用教科书评判不公平是吧 对啊 我觉得 对啊 会不会有点太偏颇了 那么我这样问你 木丹是个写静代诗的 你知道那地方是什么吗 瓦哈基阿伦特 那地方也埋着一个写静代诗的护城 他是个神经病 把自己的老婆给砍了 自己又弄死了 弄死自己了 他的还有一两句诗 是出圈的 黑夜给了我黑暗的眼睛 但我用他来寻找光明 但他又怎么样呢 我问你 顾城跟李白杜普苏东波比怎么样 跟李厚竹比怎么样 跟星期级比怎么样 他肯定不行 不行是吧 他是不行是吧 不行 对 你认为不行 都认为不行对吧 还有谁认为不行的 我也认为不行 对吧 这些的静代诗人 所有的静代的诗人 有哪个可以跟李白杜普 苏东坡 星期级 李厚竹比的 有谁 你们认为哪一个谁 可以跟他们比 没有 还有谁 没有吧 说不上吧 没有 说不上 没有哪个可以吧 对 OK 好 那你又知不知道 这些喜欢词的 比如说 苏东坡喜欢写词 宋朝很多人写词的 为什么他喜欢写某些词 很多人喜欢写念奴交 很多人喜欢写语美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曲特别好听 当然了 因为很多历史跟技术的原因 他们古代的歌曲没有流传下来 但是他们曲肯定是好听的 所以引得很多著名的词人 真相去给他们填词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 语玲玲啊 看到了念奴交啊 看到了定风波啊 还有余美人啊 这些优秀的作品 所以在那些 古代的文豪大师心目中 作曲跟作词的水平 是并列的 那么我们用古代的这些 写诗词的大师 苏东坡啊 星期集啊 李清照这些人 来作为一个中介的媒介 可以以他们来恒定 周杰伦的写曲的水平 跟他们是并列 同意吗 所以周杰伦的水平 他的地位 应该可以跟苏东坡并列 因为周杰伦 如果他穿越到宋朝 肯定很多人会去填青花词 填东风破 对吧 苏东坡如果看到东风破 看到青花词 看到蓝亭旭 他一定会写很多词给他 是不是 因此周杰伦可以跟苏东坡并列 因此周杰伦可以秒杀 所有的近代诗人 我不是说哪位近代诗人 我说所有的近代诗人 在周杰伦的眼里 他们都是垃圾 哎不是啊 不要误会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OK吗 可以反驳吗 你的观点很独到 你的观点很独到 对吧 对的确是你可以 按你的说法 做词和作曲 是并列的 对 那么我们客观上来讲 目前社会上能够跟周杰伦 打个平级的人 我认为可能许松是可以的 许松为什么可以呢 在那个行业贡献上 他不如周杰伦 但是他的最高水平 两个拼最高的水平 他是跟周杰伦比的 他比在数量上 他比周杰伦差一点 但是有一个 他真的是甩周杰伦几条街了 就是他的作词水平 许松的作词水平 真的比周杰伦高很多很多 我敢打赌 哪怕再忠实的 哪位周杰伦粉丝 敢说许松在作词方面 不如周杰伦呢 所以呢 我这次教大家 就是一种思考的 一种分析的方法 当你觉得两个领域 很难比较的话呢 你们找一个中间的参考物 来进行桥梁 这样你就可以比较 可以分析了 哪个高哪个低了 对吧 那现代人写古体诗的 这群人 是不是比不上古代的诗人 差不多吧 肯定是环境导致的嘛 古代那些顶尖的诗人 他们用那种格律啊 还有文言文的造语程度啊 使用的密集程度 肯定比现代人都要强很多 不过有一个人例外啊 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写诗词啊 比如写词 我写最厉害的 起码达到风词牌的程度 什么叫风词牌啊 比如于美人风词牌 就是李后主的 春花秋月何时了 他写到这个 别人不要写于美人 你写不过他的 对吧 念奴交 就是苏东坡赤壁怀骨 其他人不要写了 你写不过他的 那么沁元春 有一个他是封了词牌人 他是当代人 沁元春 长沙 谁 毛泽东 他能够封神 他能把这个词牌给封掉 只有他一个 里面全都是京剧不断的 问苍茫大帝 谁主臣服 万类双天 尽自由 奋土当年万户侯 这种何等的气派 京剧不断 而且是出圈的京剧 他穿越回宋战 一样的 起码就凭这首词 可以跟苏东坡平起平坐 没有问题 大言不惭的说一句 因为有很多历史原因 技术原因 战乱原因 有很多诗词并没有流传下来 孤篇鸭犬堂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他只留了一首 他不可能只有一首的 如果说能让中国的古体诗诗 古代诗的作品 全部都能恢复出三百首的话 我宁可中国那帮现代史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我话讲完 水沾成水反对